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后我的婚姻也出现问题 人到中年家庭事业一朝归零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这一切事情的起因是 我想给孩子买一套学区房 深圳的房价大家都懂 一套一百平米的学区房 那会儿要一千多万才能拿下来 为了买房 我掏出了自己十多年的积蓄 还卖掉了一套以前的房子 才凑够首付 就这样 我每个月还背负几万元的房贷 导致现在手里的现金越来越少 为了增加收入 去年年底我从单位辞职开始创业打拼 以前我在国企工作习惯了稳定的生活 自己开始创业后才发现 其实外面的压力非常大 一旦失败我就没有任何退路 我必须让自己习惯乙方的角色 对接人一个一个都比我年纪小 甚至连以前的实习生都对我一直气势 可我还是得对着他们陪笑脸 指引他们是客户 为了还贷 我还坚持跑滴滴 每天六点多起床 跑到十点上班 下了半夜里还跑车 身上背负的贷款压力让我喘不过气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挣钱上 也因此忽略了家人 导致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妻子提出了离婚 女儿判给了妈妈 现在我的事业和家庭都支离破碎 公司还亏损二十多万 还要每个月发员工的工资 离家打批十几年 连一套房子都没有 孩子也只能每个月建一次 人生完全清零 最焦虑的时候 我整夜整夜失眠 甚至做梦都会哭 我爸有好几次在隔壁房间听见我的哭声 但也把我喊醒 我把爸爸送回房间之后 一个人坐在床边哭到天亮 我感觉我什么都没有了 要不是想到我还有个可爱的女儿 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除了父母家里 其他亲戚都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从小在他们眼里我是顺风顺水 南开大学硕士毕业 国企员工还在深圳有自己的房子 俨然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如果被亲戚朋友知道了 我的真实状况 我可能会沦落成一个笑话 我时常在想 人是不是不要做出 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 否则我为何沦落到今天的这样的地步 我要去哪里 才能找到人生的转机呢 好难啊 人生好难 听都能感受到她那种绝望的感觉 说实话 而且她好像做的选择也是很多人都在做的选择 只是她恰好 她比较倒霉一点 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女儿 你知道有人为了可以有一个学区房 她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 去买一个根本不可能去住 就是住不下的房子 对 就为了一个入住 就为了这个户籍 我的小孩才可以在这个地方上学 我说我这个问题就是很生气的在于 我们现在做选择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好像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给买学区房 我不这么做 我不做这个选择 就对不起我女儿 对 因为是我做的选择 是我害她不好的 我要担这个责任 比如说我要去创业 好像很多人都创业 我是不是也得去创业赚点钱 才能把这个日子过好 我觉得其实这个小吕 我觉得她是需要 我们多跟她说一声鼓励的 因为她好像确实内心 没有那么的独立 自己去做判断 自己去接受这个判断 还有就是在别人的一轮当中 她可以能够保证一个 保持一个自己比较清醒的 跟自我的认知 我觉得应该鼓励她的是 让她制造一个 三十五岁其实不晚 不算是一个 判断死刑的一个界限 你如果事业有了起色 或者是比如说 你状况好起来了 然后你还是有可能 在这个家庭 在破镜重圆的 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她 不要放弃